阿珍甄选华语年度电影五家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介绍好吗 最末年初很多人都在做排行榜 过去一年的各种各样的排行 那也不少人问我 那我大概就来排一排吧 今天先出一期 2023年的华语电影五家 为什么五家不是十家呢 因为我觉得去年的好多演影 值得上排行榜的好电影并没有那么多 这个五家呢 稍微挤了一点 但是十强呢 就又太松散 所以干脆还是五家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榜单 第五名并列的 等于我这个单子里还是六部电影 为什么并列呢 因为我觉得这两部都是类型片 把谁拿掉 我都有点不情愿 首先是电影热烈 电影热烈是大鹏导演在暑期推出的 一个体育类的励志电影 体育类励志电影 各国都有很不错的作品 像什么摔跤巴巴巴一类的 那这一部大鹏的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打动我 在他上映的时候 我也多次推荐过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确实不错 值得在我的榜单上拥有一席之地 而且大家不要太过关注于他的某半的评分 因为有某顶流明星在里面涉及到什么对接 都来打低分那一类的 所以他的评分是实真的 大鹏导演今年作品很多 不管是导演的还是主演的 作品都不错 那这一部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面 我觉得比保你平安更好 我觉得比他主演的那几部也更好 所以热烈在我的榜单上 并列第五 那另外一部并列第五的电影是什么呢 是流浪地球二 电影流浪地球二 在春节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他的电影时长非常长 能有现在这样的票房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之所以把他选进我的前五榜单 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部电影 而是我认为这部电影意义非凡 确实他在推进国产电影工业化方面 做出了非常非常积极的贡献 我在之前的影评里就说过 那场太空电梯的戏 可以看出来水准已经不输 甚至超过于好莱坞的某些同类的片子 鉴于好莱坞的同类片子 最近几年质量是在下滑的 那我们的这个后发而先制的流浪地球系列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值得鼓励 在故事方面 这一第二部其实要比第一部剧本更完整 而且思考更多 流浪地球三现在已经定到了2027年的春节的 所以看看后面这个故事怎么来 怎么来讲 怎么来圆 其实本身我对流浪地球的科幻设定是不太信服的 但是我觉得流浪地球二还是有它的可圈可点之处 所以把它放在并列榜单的第五名 第四名 涉过愤怒的海 曹宝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 这部片子也是拍完了好几年才拿上来演 票房的但是作为今年这么一个票房大年来说 票房并不理想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部完全的商业电影 它是有很多作者表达在里面的 所以它也导致了评论的两极分化 有很多人觉得曹岛就是在发泄自己的想法 完全作者向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部片子力道千军 觉得这部片子够猛够烈 我个人就属于后者 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够猛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拿出来的力道 他拿出来的尺度 他拿出来的冲击力已经是足够强劲的了 令人思考 引人深思 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 这部片子我当初说的是 大家放心冲 曹宝平确实有过人之处 在这一类片子里面 曹宝平在国产导演里头是其中翘楚 也不要看豆瓣的评分 也是两极分化 会有影响 第三部 来自香港的毒舌律师 这部片子是2月份的时候 就在国内供应了春节期间 反响不是很热烈 一亿多票房 在香港 这是有史以来香港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这部片子 国语版和粤语版差距比较大 我之前就推荐过 说大家要去看粤语版 粤语版最后30分钟的法庭戏 我觉得可以说是近年来 香港电影的高光时刻 很多朋友在说 港片已死 港片没落了 不不不 港片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影片 有些是我们内地看不到的 有些能看到 像这样的 你也看不到粤语版 所以我觉得毒舌律师的粤语版 是近年来 港片里面非常优秀的一部 主演黄子华 然后那位年轻的导演 记不住名字了 也是非常有实力 从剧本到表演 到整个故事传达出来的 对真正法治精神的探讨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电影不光是一个娱乐产品 它还是一个艺术品 它还有它的社会属性 还有它的历史属性 所以电影是需要有它的精神本源在里面的 这部电影就是在精神本源上 回归到了它应有的高度 港片未死 港片还有好片 第二部 三大队 电影三大队 我是在点映的时候 就非常的打动我 非常的戳我 让我数次落泪 以至于出来录视频的时候 还控制不了情绪 后来我那个短视频被片方看到 然后片方邀请我去参加了首映里 在首映里我二刷 二刷之后居然情绪起伏比一刷还要强烈 因为首映里是一个非常大的 因效费更好的一个听 所以反而情绪更加的波动 这部片子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真指 它用一个真实的故事 拍出来一帮普通人 成就一件人所难及的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成为英雄的这么一个故事 当然其实最后做成功这件事 的是成命队长一个人 这就更加不容易 这部片子无论是在选角 故事的讲述 情节的推进 人物的塑造方面都是非常的成功 本来没有对比的时候不明显 现在跟剧版三大队对比 它就更明显了 明显的要优于电视剧版 两小时的时间各个方面做得很好 现在还在电影院上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电影院 你最推荐什么电影 我还是最推荐这部三大队 三大队排在阿珍榜单的年度第二位 阿珍年度国语电影榜单 第一位无名 电影无名 现在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多奖项的认可了 这不是光是阿珍垮的 是奖项的认可 金鸡 包括其他很多的奖项 打奖拿了很多 成尔导演的第三部长篇作品 就取得了应有的肯定 之前第二部 罗曼蒂克肖王史其实已经很好了 而且我更喜欢罗曼蒂克肖王史 但是罗曼蒂克肖王史没有拿到那么多的奖 这次成尔在金鸡奖上已经捧起了最佳导演 虽然最后无名没有拿到最佳影片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无名是2023年整个华语片中 各个方面看起来最优秀的一部片子 然后从导演的手法 从讲的故事 各个电影的专业领域 摄影 音效 演员的表演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也是由于 他有了某顶流演员 所以导致了在评分上有些许争议 导致了评分的视针 其实它的评分应该比现有的评分更高 而且这部片子 我觉得是会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一部片子 不是说像很多片子一样 当年还挺热闹 受到关注还挺多 慢慢的就会被大王 不会 无名这部片子是2023年 华语电影里面的非常优秀的一部 在我心目中 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以上的就是阿珍心目中的2023年的国语电影的前五强 其实是六部电影 第五名是并列的 当然你这样排位就会有很多片子会成为遗珠 比如说我还纠结了半天长安三万里要不要拿进来 其实长安三万里作为动画片来说也是足够优秀的 但是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把它拿出去了 其他的有没有会有争议的 肯定也还有 但是我觉得2023年国产片虽然上映的非常之多 各种各样类型的片子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特别优秀的并不是很多 多数都是不太醒合 还可以 还不错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类型的电影 尤其是暑假大爆的几十亿的那些片子 你说它好吧 它不是特别的优秀 你说它差吧 它确实也不差 基本上都是这样类型片子比较多 电影除了娱乐属性 毕竟还有它的艺术性 然后还有它的精神内核 它是很多社会功能的载体 所以电影也不能光看票房 那你要光看票房 你排2023年电影票行排行榜就是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电影票行排行榜 你从头上往下看 往往都是那些看过就忘了的电影 你都很难再去二刷三刷的 它有很高的艺术属性或者社会属性的片子 并不多 我印象里可能也就我不是要审这样一步了吧 其他的都是看票房很高 看过了也就那样 所以我觉得阿珍的片单 还是跟阿珍个人的口味和爱好有关 我不是不喜欢商业片 很多商业片我也在介绍 我也在推荐 看了很爽 大家充一下 比如说现在年会不能停 开开心笑一把 有什么不好的吗 对吧 商业片 有很多商业片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让它在榜单上 你要让它在电影殿堂上有一席之地 还是要把标准稍微提高一些 它总要做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来之后 才值得在这个影史留名 那今天这就是电影榜单 回头我们再说电视剧或者其他的 好 谢谢大家